这是一台改装幅度超他妈离谱的兰德库鲁泽 你没听错我更没说错 就是Toyota兰德库鲁泽尔 丰田兰德库鲁泽 只不过是比普通库鲁泽更硬核的79系列 也是非正规武装部队最喜欢的载具之一 我们来看看改装前后的效果图 让大家有一个更直观的感受 可以说除了引擎 其他所有部位都动了 而且很多都是取代性的改动 英哈斯是加拿大数一数二的装甲车制度上 这台Hedgson装甲运兵车 是英哈斯近两年推出的商品 之所以选择以LC79为基础 就是看中了它的稳定性和耐用性 改造过后这款运兵车长5.2米 宽1.77米高大约2米 这个尺寸在运兵车中算是比较小的 但理论上它可以容纳9个人 车厢有6个固定成员座位 以及主副驾驶两个座位 最后一个还不能称之为座位 因为它是车顶抛塔的控制舱 作为一台运兵车 基本的动力肯定是不能差 4.5升乌伦那LV8柴运形 急速不高但扭矩够大 所以它才能附载9名成员 以及厚重的装甲和大量军事物资 至于这个装甲到底有多重 我给兄弟们一个大致的参考范围 这台运兵车防弹等级 达到了欧洲标准的BR6G 也就是可以抵御大口径的机枪 以及两颗手雷的同时袭击 还有最关键的底盘部分 因为在实战中 地雷是一个使用率非常高的武器 所以底盘防护至关重要 Edison选装底盘防暴后 可以承受8公斤停止 所以你想嘛 即使英卡四用上了高端的轻型复合材料 堆料足够多的话 它照样还是轻不了 至于攻击手段 大多都是车上人员自备的武器 攻击方式也很直接 看到车枪两侧的开口了吗 上方是观察口 下边就是个完全关闭的机枪口 再有就是车顶的炮塔了 毕竟这事件的运兵车 以运输为主要目的 攻击手段肯定有限 只要防御给力 能安全的把战士送到目的地就可以了 所以在这我也劝兄弟们一句 同样是LC79 正规武装就能做到这种程度 非正规武装 也就是地方军或者攻击兵 那可是啥都没有 为了自己也为了家人 消停考了面为生吧 别天天想那有的没的 我是急速车士 栓机关注大所 你想看什么车